工作範疇,也應該跟我們給他傳票的問題 這不是工作範疇,你要問合適的問題 如果只是說劉河先生說的,根本不用叫他上來 因為廣告去了之後已經與他無關,他只是看廣告 請他出來做甚麼?我再重新說一次 河先生是公開講的,廣告是不reliable的 廣告一去到給客戶之後,廣告可以扔掉 他就批一些廣告,那他在做甚麼? 他多少錢一個月? 喂,你這樣不讓我問你,就是廢他武功? 他講的廣告是令人要追問的 他說廣告一到客戶手,那廣告已經扔掉了 然後就跟著章程,章程之後還說廣告做甚麼? 是要受規劃的,我才追問的 他來做甚麼?如果這樣的時候 是不是?我現在問你,暫然歌餅 旅員,我想你尊重主席,OK 首先我們今天犯愁,我提過你地址問哪個犯愁 是聚焦去問證人,他犯愁是在全面寫清楚的 你已經尊重主席,OK 他告訴你問題,不要重複問題 他講全部的真實而已,如果他覺得 錄音那些不是他的官員範疇 這個是金國那邊 範疇是審批的章程和審批的宣傳資料 主席,我是有道理的,你給我一分鐘就說就可以了 因為他講過離手之後,已經不是他自己說的 那些RIS那些就不是他做的 那我就說,如果RIS是錄音的話,是不是好些? 這個fair comment 其實他講過,我就會追問,如果沒有錄音 是否令到他先前做的事,是少了效用 好,韓先生,你就你的傳票範疇回應 是否在4.46大支柱那裏 多謝主席 據我所知... 他答的,那個六柱 他答,就你傳票範疇回應 那他自己回答 據我所知... 我給他答,你不要阻止他答 好嗎?讓他回答 據我所知,金管局在提交財政司司機構的報告 裡面有這方面的改革建議 而我們的報告也都有一些改革建議 主席,我... 我給我問多一條 我給我問多一條 我就做了一個表 上次Martin Wheatley也曾回答過 怎樣呢?就是... 其實... 在... 這個... 2006年 那時候 你們有個報告 就是... 有77% 的投訴 就是... 那些RSX 是... HKMA 去管轄的 那些... 賣... 賣這些產品的東西 有23%是你們的 其實... 你一早已經看到了 由你們自己去管 由你們自己去... 你... 你... 做了這個... 風險披露 而自己管的東西 就很少投訴的 由你們去做風險披露 而金管局去管的呢 就投訴很多 那如果跟... 即... 雷曼爆了之後 更加離譜 金管局接受的投訴呢 就是... 二萬一千零四百五十宗 二萬一千零四十五宗 你們只有一百十五宗 這個中間有一個很大的分別就是說 同一個風險披露 如果監管是不同的話 效果是非常非常之大 你承不承認 其實... 在風險披露 在保障投資者裏面 起的狀況很小 因為同一個... 通風險披露 由你們去管的就少投訴 而... enforcement又少 不... enforcement又多 不... 少投訴而... 做事就是說 懲戒又多 這個... 這個是一個... 即...客觀的事實 你... 你...你怎麼去看呢? 我... 我...我同意... 香港和其他世界主要市場的監管是一樣的 披露是有兩方面 一方面是個文件 本身那個章程的披露 第二方面是在銷售點裏面 通過章程和其他 經過產品審查之後要解釋的事情的披露 這兩者呢 都是十分之重要的 這個亦都跟... 世界... 其他主要市場的監管理念一致 多謝你 石禮謙 本來已經有別的問題問 但我想跟進 就是... 何先生呢 你答的問題答得很好 但是...很...尊嚴 但是... 問題是... 我們都... 感覺不到你幫到我們 去... 了解多些 這件事 我們很希望... 即是... 你這麽專業的人在這裏... 梁國務議員 大給我你... 請你不要離開 已經可以了 金議員回來了 你現在可以了 因為不夠七位的位置在這裏 你不可以離開 現在可以了 即是... 即是希望... 你可以幫到我們去... 了解多些 這不是我們在審理員 不是 而是希望... 借助你的經驗 借助你的專業 去幫我們了解多些 我們希望從這個角度去看 所以... 你不需要每一件事 從法例的角度去看 我們不會說... 有什麽要有一個... 是否因為... 是否因為... SFC監管的那些少些... 而是... HKMA監管的那些... 就很多... 剛才看到... 都是有很多的... 案件... 批評... 就是... complain 很多... 但是... 梁國雄就說... 啊... 因為你監管得好... 或者... 那方面... 不知道是否監管得沒有那麼容易... 但是... 這個問題... 我又從另一個角度去看... 但是... 你們那個... 所謂你們的那些客人... 質素... 以及... 去銀行... 這個... 引致到... 銀行... across the counter... 即是... 去賣那些... 給那些人... 質素又... 未必是一樣的... 第一... 第二... 銀行那個... 十九間銀行... 去發出去的那些... 因為... 客戶是很多的... 都是同一個文件出去... 和你們發的那個... 又不同的... 那... 這個都是從一個... 文件去看的... 都是... 一樣的... 一個... 一樣的... 因為他們那個... expulsion... 因為他們... 發出去銀行的客人... 多很多... 所以... 不可以用一個... 因為你監管嚴一點... 去監管... HKM 監管... 沒有那麼嚴... 這個去看... 我的問題問呢... 即使是錯... 一次錯都是錯... SFC... 金流委員... 4... 6... 可以... 可以... SFC... 監管那時候... 你們都出了問題... 即使是問... 你們是... 新鴻基 Finance... 你們有沒有一個責任呢... 在那裏... 如果你的責任... 你們在哪裏... 錯了呢... 韓先生... 你... 這件事已經... 插隊完了... 那... 你可以講的啦... 那... 那... 你現在... 剛才... 好像... HKM 講的... 你不講的... 那... 我現在講回... SFC監管那些... 新鴻基 Finance... 和另外一間... 都是錯了在那裏... 你們都已經... 都已經做了... 那你的錯在哪裏... 用這裏去看... 那個...那個...那個... 那個...那個... 在哪裏呢... 我由這裏帶出來... 好嗎... 韓先生... 謝謝主席... 嚴格來說呢... 這個... 中介人的監管... 不是我... 工作的範疇... 但是可以講一下... 就是... 六大範疇之中... 其中一件事很重要呢... 就是... 法規是執行... 那...如果法規是執行了... 那個懲處... 帶出的訊息... 我不要... 用一個特別的例子... 那... 這個訊息... 除了... 受到... 懲罰的... 那一方... 會是... 表達了... 即是... 表達了... 訊息... 就是其他人事... 亦都會產生一個... 警惕的作用... 是達至合規... 合理... 和規範行... 不是... 你沒有答到我的問題... 沒有... 我的問題... 很清楚的主席... SFC新鴻基... SFC監管... 新鴻基... 證券那些... 這件事... 錯是出口在哪裏... 就是說... 剛才... 你答他們的問題... 全部都是... 很大可能... 就在中介人那裏... 那... 那... 我不要講銀行那些... 我講你們自己那件事... 那... 問題出在哪裏... 是不是你們監管得不好呢... 而令到... 中介人可以... 出了... 出了... 這個RI... registered institution... 出了錯呢... 有兩方... 即是... 大自然有兩種... 一種是... 事前... 一種是事後的... 那... 事前主要是... 譬如... 在文件方面... 審批許可... 在... 中介人的操守監管... 就是一些巡查... 或者其他事情... 在事後呢... 就是發規去執行... 那... 兩者是要... 相扶相成的... 那... 也不可以說... 有些個案... 有人違規... 那... 就說... 監管有... 有些地方是失職... 或者是... 架構有問題... 那... 也舉個例... 就是... 就算證監會... 或者其他監管機構在海外... 審批了很多... 事前的文件... 這些文件裏面... 法律仍然是有... 預料到... 或預計到... 是可能有... 誤導虛假的陳述... 那... 也都會有法規執行... 那... 那... 就會沒有... 虛假... 不同的陳述... 主席... 所以兩方面是要... 控制... 我現在... 從一件事發生了... 又看回頭... 我就想... 了解情況... 主席... 剛才他講的... 六大... 六大之柱... 我現在... 每一件事問... 都是從... 學生... 4.4的六大之柱... 那裡問出來... 剛才湯家驊... 又問... 就說... 你批准...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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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 有些... 我... 有些... 你... 有些... 我... 我... 可以...